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這個叫做影片題 老師常常在看那個綜藝節目 有沒有常常看到有那個題目就在影片中 對嘛,來你看我們把它點進來 我用這個帳號 我們進到這邊 如果你自己回答的進度,你打開之後 右手邊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發現 紅色表示沒過關嗎 綠色表示已經過關了 那我們看這個影片題,點進去 影片題其實one note可以做得更多 可以做得更多 像這個你要過關 這裡有說你影片要看完98% 才算過關,不然就是那個人在走 你可以自己定,這個目標你可以自己定 再來,我有先講一下題目會在3分14秒 所以老師不要重投了 我們在3分14秒 來,我們就來3分14秒這裡 3分多 好,大概在這邊 好,大概在這邊 想一想 是什麼烙水增加重量和福利 投食還在哪邊呢? 答案是A,糖 B,鹽 C,我原來選棄我吧 有沒有題目自動跳出來 老師應該多多少少現在課程裡面 是不是會有這種有機會有影片的那個教材 你要不要自己去記說 到底什麼時候我要按暫停 你如果老師每一個都要這樣記得 你不累嗎? 那請問你一個影片裡面可以出多少題? 隨便你啦 但是出超過3題這樣學生會考慮嗎? 老師,就讓我專心的把影片看完 哈哈哈哈 所以不要問太多 哈哈哈哈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他就可以回答 比如說 答錯了 就要再試看看嘛 答對之後再繼續啊 這樣 有了解的嗎? 答對了對不對 他就可以繼續下去看啊 生活不思議 這樣有沒有簡單 那麼筆記的部分在這裡 更可以凸顯他筆記的重要性 為什麼齁 你看喔 我現在是不是看到3分18秒 對不對 那我在這邊 好 我就在3分18秒做一個筆記 今天如果我看到 從這邊進來 好 從這邊 那我就可以來這裡按一下 請問有沒有馬上跳到3分18秒 有沒有讓我們的筆記跟 這個是結合在一起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 不然欸我段影片 我有做筆記 可是我要回頭看一下 我當初做筆記的位置 是不是比較麻煩一點 那這個是oneone的特點 就是說欸他把YouTube的功能 就整合到他裡面來 那當然筆記可以一個兩個三個都可以 那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從這邊再繼續編輯 再把它編輯一次也OK 或者把它丟掉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講的那個叫做影片題 影片題的部分 那等一下呢老師就可以試看看喔 好吧 再來就是比較標準的啦 就是直接上傳作業 那這個部分呢老師就要留意一下囉 他是用什麼 他是會上傳到老師指定的這個雲段硬碟的那個資料夾 等於他是跟您的雲段硬碟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喔 但是呢第一次按下去的時候您注意一下右上角這裡喔 在這邊 因為按下去之後如果你沒有登錄過Google 他會在這邊要求你登錄Google帳號 可是他會被擋住喔 所以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被封鎖住了 有沒有 好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告訴他允許 這個你要允許一下 這樣子再按下去 有沒有登錄你的Google帳號 好那等你登錄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的檔案把它上傳到這邊來 可以是單一個檔案 也可以是多個檔案 好你要一次上的兩個三個都可以 等到呢你選好之後 左下角有一個叫上傳 好就是你把檔案都挑好了 這邊挑好了 你就來這邊有一個叫上傳 上傳的喔 你再按那個上傳的動作 你不要傳一個上去然後就按上傳 這樣就不行喔 這樣OK嗎 可以喔 這個是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那這兩題 待會老師你可以先隨便找個檔案傳看看 因為我要給老師看一下就是後端 後端老師這邊怎麼樣閱卷 好你就會比較清楚這樣OK嗎 一個影片題 一個是這個 好你就看你要傳影片要傳文件 要傳圖片都可以 來我把畫面還給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大概看的情形喔 你如果看我們剛剛那個影片題 其實影片的部分是one note的強項喔 所以你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除了他在那裡回答那些部分以外 我們很重要可以看到 像這位老師就蠻認真的有沒有 他前面有看 中後有看最後面也有看 這樣有沒有很清楚 像這位老師還有重複看的喔 你看他還有重複看有沒有顏色不一樣 那我怎麼知道他看哪裡 你就點下去 我就知道他可以看四分之秒 這樣有很過分嗎 沒有啊 我們只是想要瞭解一下同學的情形嘛 因為我這個都有開放給大家 你也可以點進去看 不過你要看比較詳細這個資料 這個是屬於就是付費帳號的功能 對對對 那一般的帳號看到比較少啦 但是至少他可以看到基本的 也沒有發現 像這些同學都是看前面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以後如果老師要出幾的時候 應該知道出哪裡 哈哈 沒有沒有不一定要出後面 因為他有看前面就只能出前面嘛 因為那個同學程度還沒到哪裡的時候 不能出後面啦 這樣會考得很差對不對 沒有開玩笑 其實這個就是說我們去了解 同學的什麼 回去看的一個情形 所以 這樣子 是不是 跟我們傳統教室哪裡最大不一樣 就是 這些資訊要能夠彼此互相交流 老師可以知道同學的情形 同學也可以知道自己的什麼 學習 的情況 像 以同學角度來看 他就是可以看右手邊這裡 就可以知道他每個教材或作業腳腳的情形 這樣也可以掌握 也可以掌握 這樣 OK 那麼如果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如果他是屬於作業型的 你看筆記的部分 喔 還不錯啊 蠻多老師也有嘗試筆記了耶 有沒有注意到 老師也可以看到同學的筆記啊 這樣 OK 來 那我們看剛剛那個作業的部分 作業的部分呢 如果你有腳腳上來的時候 有沒有這麼多 那以往 老師 在改的時候 怎麼改 如果是像學校的 他傳上去是要自己下載下來 但是你不要忘記的 這邊 跟雲端硬碟結合在一起 所以JPG 直接看就好了 幹嘛下載 真的要下載可以下載 對吧 那雲端硬碟可以看到哪些檔案 請問DOC怎麼看 對啊 你幹嘛下載下來看 除非說他是很複雜的 除非很複雜的 那格式會跑掉當然不得已 你要下載下來 所以如果我覺得這樣過關了我就給他 有沒有就OK 老師那邊就會看到兩個綠色勾勾表示已經過關了 這樣瞭解 所以他可以上傳一個檔案 也可以上傳兩個檔案 像這老師就上傳兩個 有沒有 啊這個就不行啊 這是捷徑啊 這老師我就給他推薦啊 這樣 那我推薦之後他也會看到 而且他可以重新上傳 平常如果是老師已經上傳上來就不能再傳了 那麼在OneNote裡面他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我雖然推薦了對不對 然後所以再重新上傳 是不是有第二次 那麼他這個歷程會留著 也就是你第一次上傳這個檔案不會不見 他就留在裡面 那我們這樣看就很清楚 喔他第一次教什麼 第二次教什麼 第三次教什麼 好那 像這樣子 所以應該有比較清楚吧 這種就沒辦法直接看啦 APK是什麼 就是我們那個吧 那個應用程式 設計應用程式 這沒辦法就只能下載下來 好那像這種 我們支檔都沒有問題 之後直接進來了 阿捏 了怪 所以 其實OneNote的好玩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他的整個互動性是相對比較多 那麼我們在這裡看的時候 如果您要回到這裡來 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真正各位上傳的位置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所以就是把老師的雲端印別的資料夾共享出來 其實就是你指定好這個資料夾之後 從那邊上傳就是在這裡 那老師會不會擔心一件事情 我用這樣子我的雲端印別空間 或者是你用你自己的 或同學自己會不會佔用他的空間 你這邊船上來佔用的是老師自己的空間 也就是說他經過上傳的這個動作之後 檔案是屬於老師的 所以同學刪掉 他沒辦法刪 他沒辦法刪 那一般來講像我們在這裡 我不知道我們學校老師有沒有用Google網域代管的那個信箱 現在國中小很多嘛 你應該知道那個空間多大 對對對 搖頭是對的 因為真的是無限嘛 所以說這樣子老師就不用擔心 就不用擔心說那個你的雲端印別空間夠不夠 這個是我覺得蠻不錯的一點 這個是這樣子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好